尼天兰达,大家好,我是马尼天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识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讲到了三个关键词 一个呢是计划,我们自己的计划 第二个呢是世界或者这样的一个空间 最后呢是所有的星球 这三样东西为什么是有连接的呢 大师讲,任何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计划 臣服于帕尔玛西瓦所存在的世界 它的空间呢,所有的宇宙中的星球 也就是整个星象或者星系呢 都会围绕着这个计划而运转 去最完美的实现这个计划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体验的就是最终的胜利和喜悦 不会有任何的挫折或者是失败感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呢 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的内心是在 Parmashanta Swarupa 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沉静宁静祥和的状态呢 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做出的所有的计划呢 就是和自然合一的,那么自然呢 这个自然也会来帮我们实现我们的人生 所以呢,简单的讲 我们的计划可不可以实现 不是在于它的策略有多么的高深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而是呢,在我们做这个决定时候 当下的那个内心的空间 这个计划出台的时候的 你的内心的空间是怎样 如果你的内心的空间呢 是Parmashanta Swarupa内心的空间 就是和人生最大的这个拥抱 对人生最大的投入下的这个内心的 完全的放开思绪的这个境界 也就是最佳,最宁静祥和的这个 没有任何烦扰或者是抗争的 这样的一个内心空间呢 自然而然的你的计划就能够成功的实现 因为整个宇宙都会围绕着你的这个计划去运转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揭示 给我们开启了人生一个新的一个大门 或者点亮了一盏明灯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人生的制胜法则 并不在你的智商有多高 你的情商有多高 或者是你的计划有多么的周密 而是在你存在的状态 就是你内心的宁静和祥和 在这个基础上 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非常吉祥 连整个宇宙都会围绕着你的想法去运转 为你开路这样 这就是人生最终的胜利 也是人生真正的法则 也就是说人生不是挣扎 或者是我们觉得艰辛的付出啊 因为任何时候 你觉得 你要寻找所谓的成功呢 或者是你内心有任何的挣扎呢 人生才会感觉就是困难这样 只有当我们的内心呢 能够放得下对所有事情的纠结 现实呢 才会有最吉祥的这个现状发生 就是如果你能够不被眼前所有的困境 或者是挣扎去影响你的内心呢 那么自然而然你所体验的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人生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大师的这段开示呢 还有第二段 这个第二部分呢 就是会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十点钟准时的开始 所以希望大家这段时间都能锁住大师的开示 不要错过任何一晚上的重要的开示 最近这段开示呢 如果大家能够真正的消化和理解呢 是可以真的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去 获得人生最终极的成功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不仅仅来听开示 也参加到我们群里的积极的讨论的活动 让自己真正能够内化和消化大师所有的教学 也希望所有同修呢 如果你还没有上过大课呢 你要来报名第十五期的Paramashivoham 如果你毕业之后呢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Paramashivoham这个项目 继续的在Kalasa做这个志愿者的工作 提升自己的灵性的这个质量和现实 然后呢 所有的同修都希望大家在现在呢 立即注册Kalasa的电子护照 成为Kalasa的电子公民 这是大师能够给所有人的最好的祝福的方法 感谢大家 明天能登